高雄市政府9月1日执行果菜市场用地争议户的拆遣工作 当地抗议民众高喊反破迁附家园 自救会会长吴富雄身套铁链 坐在瓦斯桶旁 表达世子農美家园的决心 市府出动三百警力 农业局副局长郑清福在场指挥拆除 抗争者持续激动 郑清福强调拆遣的合法性与必要性 但人会与居民尽量沟通 住户黄建才无奈表示 他不想要补偿费 只要求政府把地还给他 但当日下午 果菜市场旁的房舍仍然被拆除 自救会会长吴富雄沉痛地表示党差失败 下一步将发起司法抗争 换回土地正义 你现在收看的是灿烂时光惠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宗祥 灿烂时光惠客室 是由公事新闻议题中心 PNN 还有公民行动引力 进入资料库 我们联合自播的网路视讯的节目 这个节目我们是希望来讨论社会运动的议题 因为我们觉得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进步 不会是来自于执政者的恩责 也未必会来自于反对党的监督 更重要是这个国家的社会运动 这个地方的社会运动到底发不发达 因为它可以让我们思考更多的问题 所以这个节目会希望 透过一些社会运动的议题的介绍 思考这背后的一些制度 或者是一个政治经济方面的问题 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的是 高雄市果菜市场自救会 它是位于在渔民竹路跟石泉路一带 因为高雄市政府说 在我们录影之后的过几天 在九月初八月底九月初的时候 就要来长置的拆迁 可是这个地方的争议 其实已经非常长达 大概有四五十年的时间 到底是政府有什么样理由要拆迁 而当地的民众的想法又是什么 这个拆迁之后 真的能够让这里的交通变得更好 或者是说拆迁之后 反而会造成这里的居民 更大部分的这个流离失所 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 就要来跟大家邀请到两位来宾 一位是果菜市场自救会的负责人 也是会长就是吴富雄学生 会長你好 你好 多谢我们的媒体能够有一个机会 在这里做一个 第一次讲解这个真正的实在的内幕 和详细的情形 我们会长也是一个资深的社运工作者 由于这个国民党之前的时代 由于五日后的时代 就是开始在这里建我们的政府 所以也是我相信说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待一个社会来开工 你的新路历程到底是怎么办 另外一位呢是这个果菜市场自救会的助理 曾维棠 你好 曾维棠 你好 曾维棠 你好 那我们一开始就先来宣告我们的会长 这个目前这个果菜市场自救会 国菜市场要拆迁 先跟我们说这个位置是在什么地方 为何我们的高雄市政府要来拆这个果菜市场 这个果菜市场是在民国五十八年的时钟 有在那七年楼买那一个 自由的果菜市场 差不多八到百平 因为土地的发电嘛 所以没法 还早就来我们这 在我们这个民族楼 来找地方 要来搬迁就对了 那当时因为来这的时候 他要用我们的收人帝 所以他就要先去中央清洗嘛 是不是可以 中央的会问是 你是收人的团体 而且公文特别有著名 就是隆会和市政府共同经营的 怎么办 要的话有三个要件 第一个就是征收单位要是要政府机关 第二个就是要编列预算 依法编列预算 有编列预算就有算公的嘛 第三个就是要直接经营 他都完全不符合这三个 所以他是不能征收民地 要因为不能征收 所以 他结果要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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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 反暴说他已经协议完成了 因为他反暴协议完成 尤其是当时的政府嘛 你既然合作好当然他敢做嘛 本来由中央的地震局和法治是 但是说不行 那关于土地单位说不能征收嘛 他要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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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 他要出一个的地方 事壁以公共立委的目的 只要用这个事壁 这样就来征收我们的土地 因为当时就是 他反暴已经协议好了嘛 所以当然他敢这样做 因为这样做 所以刷来 刷来的意思 才不可以到政政 所以他有点那个 我们在 市议会 省议会 还有立法院 三个地方一直陈勤 我們的議員做過不能徵修的這個關鍵 但是因為中央已經反報 已經可以了 所以直接就將我們 直接就變更過去徵收了 徵收了因為我們不同意 我剛才說了 所以那時候 尾巴士長王教分 擱置這個案就不能見了 所以他沒辦法跟我們合調幾遍之後 主動 情形 鐵柱 減半 就是這樣延伸後面很多爭議 所以其實你一開始就說 我們知道這個議題經過白的市長 但簡單來說 這個白的市長 它分別是怎麼去解決 去處理這個問題 但是我覺得 你剛才說的一個重點 就是這個原本要徵收的 這個主體是因為 包括市政府跟農會 但是因為這個農會 被認為是一個私人的團體 所以它並不符合這個徵收的規定 所以經過了某種 你覺得是一種欺騙的 這種協調 所以它就會去強制的徵收 當然我們到了現在之後 目前這樣的一個徵收 市政府要用來做什麼 為什麼你們反對這樣的徵收 當時因為它徵收以後是 協調是 我剛才說的 王毅銀 總共是一萬五千坪 七千五百坪 無條件提供它使用 另外七千五百坪 它負責變更為住宅或商業區 還給員住戶 在當時的環境 我們認為總是有一個改革的辦法 所以我們就答應它 因為答應了 才有這個市場簽件 簽件好之後 我們就一直在單一 減半後發販給我們 就是因為 當時 它就是 擱置了以後 一直簽 一直在拖 大家拖 拖到七十一年 我們就一直在這裏 拖到七十五百坪 所以當時的行政法院 以當時的政府 行政法院幾乎都沒有贏的紀錄 後來沒辦法 叫拖書 拖書 當時 在插這個案 那個是 黃新招議員 他也是國民黨 他為了配合 還有其他 聽說 有利益分配交換 就這樣 被他 完全的 沒有再繼續 證供 我們還繼續上訴 抗告 他沒有 所以這個案 在那時候變成一個 對我們對不利的一個點就是 他完成法定的程序 他說就是 情緒完畢 但是前面的那些 因為他的徵收不合法 後面談的 減半的 還有中間一直有什麼 建市場 建大樓 建中和大樓 很多條件談的時候 都沒有談妥 沒有談妥的條件是 因為他都用那個 批發市場 不能變更使用 只要你變更使用 你就要防原地主 原地主有錢 要回土地嘛 都用這個理由 跟你擱置 就這樣 擱置到現在 又拖了幾十年 所以 本地 這是你們大的地方 整個區域 現在南邊 因為剛剛談到 種種的過程 所以變成果菜市場 那你們就搬到北邊 北邊 這個北區 這個地方 現在他又要用馬路拓寬 跟都市更新的理由 希望你們 再搬到別的地方去 對 為什麼他們要 他們的都市更新 或者是馬路拓寬的 理由是什麼呢 或是說 難道沒有更好的方法 別的方法 可以解決你們現在的問題 跟爭議嗎 這個案子非常諷刺 本來國菜市場是 批發市場 都市發展到一個階段 他還是要簽 本來要簽到那個男子 有一個 已經變更好了 比這個還大 九公頃多的 土地變更好了 而且他們的計畫書 來的時候 那是一個非常合理 非常理想的地點 後來 他欺負於 欺負於這些商人 這些商人是 現在整個市場裡面 有空的話 他們每次來都會去拍裡面 全部都是零售 因為他零售本來是 我幾個例子 一箱蘋果如果是一千塊 他零售分批一層一層賣 可以賣到一千三一千五 所以他們這邊有利潤 如果簽到那邊的話 沒有人 他們自己還講 五年都找不到人 因為那個是整個邊緣地區 所以因為他們這樣 他不過去 第二次又來了 第二次說 他們後來找 總是要找個理由 說什麼那個 中油的對面 有很多管道 比如說地下汙染 用這個理由 後來找到人物 人物比這邊還大 而且也都講好了 因為他們不走 所以他又另外講個理由 什麼 那個縫化爐在那邊 剛好鳳山 本來共同館 那一個縫化爐 說縫化爐在那裡 批發市場 你不怕買到就走了 跟縫化爐有什麼關係 如果教練說縫化爐 那些人都不能躲 他們非常牽強 用種種理由 最主要就是 他們不走 這邊可以零售 我希望你們有空 進去拍拍裡面看 幾乎全部都是零售 所以原來果菜市場 你剛剛的意思是說 最主要是要做批發 可是事實上 這些人進來之後 他變成是以零售 零售當然這個地點是比較好 因為附近其實是非常熱鬧 包括高雄醫學大學 石泉山千通的那家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對他們來說 搬到另外一個地方 是更不方便 然後也沒有利潤 所以市政府就說好吧 那我們就在這裡重建就好 那所以他現在的規劃是什麼 市政府的規劃是什麼 他現在是因為欺負於他們 而且這條路 其實這條捷明路也是我去爭取的 因為我認為我們這個環境 這條路沒有爭取到高雄的話 東西向很難發展 所以也是我當時發展 做一個辦發展協會 也是我辦的嘛 安局設計發展協會 我當時就去申請這條路 我們和旅長一直協調好了 就去打通這條路 到現在要做 現在要做它是幾乎我剛剛講的 本來這個牽走以後 這條路開起來開通了 整個發展才有用 但是他現在不是 現在有連帶延伸很多問題 第一個你打通以後 交通變成流量多 流量多我們旁邊好諷刺的 國家市場後面旁邊連接的 牆和牆連接就是民主國小 民主國小對面也是在旁邊 都沒有超過50公尺 一間振興國中 對面你們看得到 對面就是愛國國小 旁邊就是加油站 他每次這樣依法依法 我就問陳舉 說你如果說依法 我們公商法 兩百公尺內 學校兩百公尺內 不能有公共設施 但是你旁邊後面 牆緊鄰的是那個 民主國小 對面就是曾興 你到底依法你要拆 拆學校還是拆古大市場 旁邊還有一些愛買 所以他的旅遊都非常牽強 非常莫名其妙的 但是沒辦法 他就欺負一個選票 就因為這樣 一直要搬來我們這邊 因為他搬過來這邊以後 那條路拆起來還有辦法 你現在拆的話 要拆掉市場四分之一 他們也沒辦法營運 他是欺負於那些選票問題 所以要先我們這邊先 拆完了以後 建好了 他們搬過來才開馬路 就是犧牲我們這些弱勢 就是這樣 我們這裡的野狗 爹是兒子 我們比較少人 沒辦法了 現在人多了 就用這種方式來欺負我們 目前我們的果菜市場 在北區這裡都大 什麼樣的人這麼多 北區是 其實我們這個歷史奄言 早期日本時代 這邊就有了 他們不知道是那個 台湯火車 什麼火車 類似就對了 他們早期日本都有什麼火車 他們的官工縮寨 他們在大 他們撤退以後 我們這邊的人就給他買起來 這個有的都日本時代 都說 都要六七十年七八十年了 就是這樣買起來以後 就建在 住到這邊到現在 還有一種是 那個當時 那個年代 大家都是在電農 電農 後面我就有大地主 買 客洋差不多做餐 我中間大陸館 一二十年來 我們早期說有二手電農 就是管理金 我直接去一間 那個年代 這個非常正常都是這樣 建在這邊住 就一直這樣建住起來 我們是成一個部落 我們這邊一共有 一百多戶 早期一百多戶在這邊 那個也是當時 那個年代正常的 阿姨我就 這前教我市長在說 我就說 你們首長會用叫什麼歷史工業 我們這個真正那個年代的 大家都很困惑的時候 所繼承的一個部落 非常合法 而且我們五十幾年 有一個說什麼 以前建物都是合法 我們這個是屬於不必要 當時不必要申請的 這是合法的建物 他現在就用這種扭曲的方式 因為我剛才說的 就是那一張不當的徵收 他就換他扮說 他經濟保養 適可 以公公力為目的 這樣來進行我們的面對 他說這樣也可以 就用這一點 其他都在講書 其實我們講到一點 他都輸好了 沒辦法跟他講到這點 他就拿回來 我自己是一個高雄人 所以我可以理解到 高雄市民常常會有一種想法 說我們要這個進步 要發展 但是其實我們看到一個事情 最近這幾年裡面 我們的當局市場 或是說民進黨政府 其實常常會 最新特別設計是很嚴重 例如說包括這個大溝鼎 包括這個拉瓦克部落 這個拆遷的問題 那即使為了要城市的發展 是不是一定要去犧牲 既有的居民的權益 或者是當地已經 剛剛可能已經上數十年 上百年 或者甚至有非常長的歷史的經驗的 這樣的一個巨路的文化跟特色 恐怕是一個非常重要 要去思考的一個問題 那蔡市長假設要被簽 那現在接下來的民眾的 這個所謂的 後續的行動是什麼 目前已經進入到 這個宿院的階段 但是市政府 似乎不太想要理會 這個宿院階段 然後繼續要來這個拆遷 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那要安置的話 真的要拆遷 安置是OK的嗎 這個安置的做法 有沒有什麼其他的爭議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再回過來討論這個話題 各位觀眾好 歡迎收看本週的大圓載報新聞 為了反對雲林橋頭國小 許錯分校簽校的決定 許錯分校的學生家長們 30日北上行政院抗議 要求行政院撤回簽校的決定 強調國務院做的學童健康調查 沒有交代清楚污染來源 簽校的決定令人無法接受 家長表示 政府委託國務院做的健康調查 學童尿液裡驗出流帶二乙酸 但卻沒交代清楚污染來源 鏡字判斷和六親有關 同時也只採樣四所學校 就憑結果決定簽校 不能接受 環保署長李應元回應 過去污腳病就是早期發現 早到千村才防止 希望家長能體諒安置的必要性 抗議代表向行政院遞交陳情書 希望留原校就讀 避免千校的勞頓與不適應 並要求中央盡速召開專案會議 用科學釐清真相 安定民心 媒體工作者的高工時低薪過勞案件 在近年來屢屢發生 媒體工作環境受到嚴峻考驗 因此在九一記者節 三官從業人員籌組了 全國傳播媒體產業工會 希望能協助創造更合理的工作環境 與會的各媒體從業人員說明 媒體的過勞現象 從2015年的媒體業專案 勞減即可窺之一二 34家受減媒體的財罰金超過1000萬元 在被財罰的項目中 以工作超過12小時 為給加班費者比例最高 這樣的結果 加深了媒體從業人員 決定籌組工會的決心 他們強調 良好的樂聽內容 必須有合理的產製環境支撐 籌組產業工會的目的 不是為了籌試資方 而是希望勞資雙方能有平等的對話空間 一起打造合理的工作環境 才能開創媒體民主新時代 JR 最終議會 好 조맞 阿倫 郭文明 一直以為 這個公園不動心 又不像 他們做三個 都說 這裡去了 這些八十個 跟它 propaganda 那他們現在要吃完菜 那就說 做人做到這 那裡不是怎樣 早上說要去那裡 我說你剛才跟你們同學說 沒有人的心,我看他會撞過去 對這些伯父看他這樣可以 他很老爸 我說憑大陸的政策中更老 我說拜託 跟我們處理好事 這時候放掉要跟我們聽 要跟我們聽 要跟我們聽就要跟我們聽 就要跟我們聽 對嗎 還沒想要跟我們裝用 我一個這樣 用時間放掉都不睡覺 還沒吃就不睡覺 我爸爸沒吃飯 我沒吃飯 要怎麼用 要跟我們怎麼想 過日子吃 我每次都吃了 過日子吃了 歡迎再次回到 燦爛時光會客室節目的現場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忠祥 今天我們來到了高雄果菜市場 說實在我們今天錄影的這個時間 是在禮拜一 但是過幾天 說不定果菜市場 恐怕就要面對這個拆遷的命運 但是我們當然不希望這樣一個事情發生 因為果菜市場 是就會還在進行這個數月了 還在一個法律的程序當中 如果這個市政府真的去強拆 恐怕都會有違法之語 今天節目當中跟大家邀請到兩位來賓 一位是果菜市場自救會的會長 吳富雄 吳會長 會長你好 你好 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曾偉棠 也是果菜市場自救會的助理 偉棠你好 你好 我們剛才有說到台北 大概的歷史的發展 我們知道這個過程中間 我們的居民其實並不是那麼願意 然後市政府本身去做的這個規劃 恐怕都有一些現實上的問題 比如說我們香港會長說旁邊要好好 才要怎麼處理頂頂的這個問題 我想說對市政府來說 他們都覺得我們就一切違法了 如果從他們角度是違法 所以他才敢說 那我9月1號就來做這個拆遷的 這樣的一個動作 真的是一切的違法嗎 從自救會的角度怎麼去看這件事情呢 我們從自救會的角度 從我們8月12號提起了宿院以後呢 宿院的期限是一個月內要給我們答覆 那也就是說9月12之前 我們的宿院會有一個結果 但是市政府今天居然是條9月1號 就要來強制執行 那很明顯就是 對於市政府而言 他的行政權力大於司法程序 他也不顧我們現在正在宿院 還有申請停止執行 還有行政訴訟 這都在進行中 可是他現在就要強制裁除 我們等一下再來進一步談這個宿院的過程 剛剛我要談的是說 對他們講他們在徵收已經是完成 是一個合法 程序都已經完備了嗎 對市政府來講 對市政府來講 他已經宣稱民國60年代已經徵收已經完成了 但問題是我們現在徵收的條件 就是你要開公聽會 然後開路要有交通影響的評估 但目前來看 我們沒有接收到任何有公聽會的消息 甚至連我們在8月時候 在市政府前面 要求他開公聽會 公開辯論 公開的政策辯論 他也不敢接受 也不敢回應我們 都還不是在談聽證會 而是公聽會 也都不願意去做這件事情 OK 那這個其實我們看到前一陣子 這個內政部部長也說 這個重大的徵收 我們就應該要去做這樣一個 所謂的聽證的程序 我覺得一個民主社會非常重要 基本的程序 你都一定要做到 如果沒有做到 恐怕都是有質疑有疑問的 回到你剛剛談到的一個問題 就是目前還在這個所謂的進行術院 可以多談一下這個術院目前的主張是什麼 我們術院目前的主張就是 我們 我們術院跟訴訟的主張是一樣 是認為他的徵收是無效的 徵收並不成立 原因有三個 第一個按照土地法跟土徵條例 他徵收成立的15日內 15個工作田以內 他就要提存法院 補償金額要提存 但我們看到我們高雄市政府 什麼時候提存完畢的呢 他隔了整整一年半才提存完畢 所以我們認為在這一點上 他的徵收是已經失效的 那再來就是 未經使用目的 他的使用目的是要徵收來做果菜市場 但是他北側的這一塊 也就是今天住戶住的這一塊 他完全沒有拿來建果菜市場 他未經目的的使用 那這一方面在土地法上面 他也是徵收無效 第三個 閒置五年以上 徵收一旦閒置五年以上未使用 就應該要發還給地主 那這裡已經閒置了四十年以上了 所以在這三大訴求 我們都認為徵收失效 徵收已經無效了 那我們訴願跟訴訟 都是在打這三個訴求 那市政府今天不等到九月十二 他就要直接來強拆了 那這很明顯 市政府已經認為他的行政權力大於司法程序 所以其實訴願之後 其實還要再經過訴訟 但是一個非常非常漫長的過程 可能都要好幾個月 那這可能是你們目前為止 可以找到的一個救濟的這樣一種方式 當然如果今天市政府真的來強拆 你們怎麼辦呢 我們在這裡跟大家講 我們八月三十一晚上 自救會會動員一些其他的團體 跟一些民眾一起來首夜 一路首夜的音樂會 會一路持續到隔天早上六點七點 我們要一路來跟市政府的拆除大隊來對抗 來盪拆 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知道市政府也提出了一些安置的方案 那其實我們在前幕之前 跟我們會長有在開口的時候 說這個非常重視人權 我說好 你如果真的要聽就沒關係 但是這個安置你要做得好 目前市政府提出來的安置方案是怎樣 他完全沒有什麼安置計畫 他只會應付室的 早上有幾位低收入戶 去找一個非常邊緣的地方 叫他搬過去那邊 好像每月補助兩千塊的房租 兩千塊的房租 對 補助 他們去到這裡看一看 他說你叫我們去那邊室 非常偏僻 他說我這裡有储兵 有人 有這個繁星已經生活了五十年 你叫我那邊去怎麼辦 幾個是沒有人都有得下去 而且他針對的是挑幾個 應付室的說我有安置 其他的 我說其他的 就算因為你那個低收入不是那麼容易 一般來說 你一間房子補貼人三十幾萬 你要讓人搬去哪裡 台南我剛剛舉那個例子 台南都還有一個搬遷計畫 去給他們大 他們還不要 南鐵那個 市長是每一個去跟人家協調 我們的市長大到 真的不要說 十年市長從來沒有和我們開過一次正式的協調 一次都沒有 市長頂一時不管是在開 又結婚就要去企圖 促辦 他是大到都沒有 所以他整個方案都是講假的 都沒有什麼安居作業 後續都沒有 就是 我剛才說的 住了七十年 那個 而且是電容 他就補助三千 三十六萬 叫他搬 叫他們去哪裡 後續他完全不理 我們這個有好幾個例子 如果有時間的話 應該也可以找幾位 讓我們訪問一下 非常沒理的 讓我們一哭無淚 有的晚上要撈在一起 不知道要怎麼好 真的被他拆了以後 我最不想見的是 不要有大補第二的事件發生 那是我們非常不得於見到的 現在他們完全沒有提出 搬遷的費用 或是安置一戶有多少錢的做法嗎 我補充一下 他的安置的話呢 他是說搬遷費用 照人頭來算 一個人是兩萬 那這附近有一些例子 就是說 一個七八十歲的老人 獨居 沒有任何的親人 那這種人 市政府叫他們搬去 老舊的城中城來居住 一個行動已經不方便的老人 你叫他搬去四五層樓高的老公寓來居住 那他沒有鄰居 然後 沒有一些社會福利措施之下 那很大的可能性 你就是叫他等死 那我們認為安置 安置就是一個永久的居住權保障 那市政府今天的安置方案 是補貼租金 而且只補貼一年 一年後 這些人還是要離開城中城 我們認為這是非常不合理的 他有一個啦 有一個那個拆遷補助啦 拆遷補助一戶 一戶是五萬 最主要是你這個拆遷補助 最主要是他的房屋住在這邊幾十年的 都是二三十萬三四十萬 這個人家怎麼過火 你就是去外面租啦 最稅住啦 兩年租房租都不夠 那後續怎麼辦 叫這些老年人怎麼辦 你一拖拖了四五十年 人家怎麼生活下去 他完全沒有顧慮到 人的基本生存的這些 和人錢完全都沒有照顧到 這是我們最痛恨 最不可原諒的人 這種歷史在台灣非常多的 這種拆遷都是不斷的發生 政府可能會覺得說 我幫你們蓋了一個房子 你們就搬過去住吧 那可是搬過去住 其實包括房租 包括這個房子的這個 甚至購買的清費 還有所謂的他們日常生活的所需 恐怕都是非常非常大的負擔 剛才我們說的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就是說 這些人的 他的人際網絡 特別是我們的長輩 我們的長輩 七八十歲 他的人際網絡整個被切斷 我覺得這個是對一個老人家 是非常非常殘忍的一件事情 那可是回到一個現實的狀況 制救會 或者是這些居民 有沒有一些想法是說 好 那如果真的 你們要在這裡做一個建設 那我們也覺得建設很好 那有什麼樣方法是可以共同共存的 或者是說 什麼樣的方法 你們覺得這是可以接受的呢 這個我來補充 我來覺得 這個一共有一萬五千坪的土地 他現在搬過來我們這邊以後 北面以後 南面那個土地 南面本來的七千五百坪的 搬過來以後 七千五百坪利用差不多 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 是做開路用 其他的還有剩下幾千坪 那我們就告訴他 這個也本來就是我們的土地 你在那邊 建國宅也好 現在什麼公民住宅 還有什麼都可以 你沒有地方沒有地 我們現在已經有那個地了 你為什麼不使用 為什麼 因為他們早期 不小心有說 那個有86億的利益 那個商機 那86億是你們應該拿去的嗎 對不對 那是人民的辛苦的土地 你那邊建起來 而且可以解決你們住屋 沒有土地的問題 那是非常好的一個構想 為什麼他們不做 那就是因為 他們早期講的 有86億的商機 這個對人民可以交代嗎 意思是說 我們在附近本地 就可以做一些就地安置 甚至該社會住宅的這種做法 這兩個 包括這個開發 或是重建 還有居民的安置 它是可以共同存在的嗎 對 我們也不反對 而且我們一直請問他 那個也算是我們本來的土地 那你為什麼不用啊 他就說什麼 那個要 早期都沒有規劃 後來我們一直逼逼到 他要暫時用停車場 我們是怕他 公用10億一兩年以後 就轉過去 像台北的每個事案 我們也有 有的人還提出他 你如果真正要用的話 好來 簽一個50年 那我們也給你用 他也不敢簽 因為你簽50年 他就沒辦法變更了 對我們來講 其實從一個 整個歷史的發展來看 會覺得說 這個土地板就是我們的 我們本來就沒有 讓你做國災市場 那經過了一些 你們變更 甚至某些的欺騙 你們認為是欺騙的過程 或是強制的方式 所以也讓你們去蓋了 這個國災市場 然後也 我們當然在旁邊 也做了一個 北區有一個安置 可是現在要把我們趕走 然後明明這個地方 還有別的地可以去處理 你們又不去處理 這對我們來講 是一個非常非常 不可思議的事情 這個地 這個房屋本來就我們的 不是安置 本來就我們這邊的 本來就我們這邊的 我們這邊的舊遊 已經居住了50年到60年 配白講說 我們還把土地給證 對 對 所以是人家說 去吃官廟公 因為我們的地 讓你大 現在差不多 公分是減的 所以這些老百姓 是痛苦的要命 不知道怎麼辦 我最好想要請教我們的會長 其實我們知道 你是在台灣社運的老前輩 對於國旅行 長期包括後進等等的 這種反對運動都參與投入 當然我相信民進黨執政對來講 應該也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情 就是至少他把所謂的國民黨倒了 或者說這個政黨有輪替 有新的這種可能性 但其實面對這個問題 這個以前你可能會共同打拼的這些夥伴 這些兄弟姊妹們 那甚至有些是你看起來提拔長大的人 那目前回過頭來這樣的一種方式 我不知道你心裡面的感想是怎麼 我簡單記兩個 幾個那裡 早期那個彭門閩安謝長廷選總統的時候 副總統的時候 晚上都來我們那邊煮麥吃宵夜 再過來就是我們的那個社運工作室 早期很多現在台北那些檯面上的 我舉個例子 那個洪耀虎現在民進黨最大的秘事長 早期和劉坤里還在我們那邊 早期來那邊寫布條去訪武清 看我們這個淵源非常大 現在那個什麼什麼什麼策異那個 那個總議局也是啊 我們是非常互通有 常常非常密切的 啊我們幾十年的付出啦 我一天到很久 我三十五年的國民黨人 看不慣國民黨這些作物 二法一法這樣操作 所以我出來反對國民黨 將這個國民黨推翻讓我們民進黨 為了這樣我加入民進黨 為了我們民進黨來執政 但是執政以後 我們現在一直講就是 你也被關過嘛 人錢和基本的民主嘛 啊你憑什麼可以不照顧這些人 他說啊我也被關過啊 我也是農民的女兒 我非常了解你們的委屈 啊你自然了解嘛 那你為什麼這樣做 照你這個標準啊 你根本就沒有資格像國民黨一樣要黨產 他也是有法就是因為惡法嘛 啊所以因為長期這樣抗爭下來 到我們完全執政 本來抱著一絲非常好的 那個理想和那個說法 就是我希望都在那裡嘛 但是現在人家問到我就開始啊 說啊你自己自打嘴巴啊 自作自受啊 啊不知道這個苦笑我怎麼怎麼解釋 我說如果讓國民黨來拆了我們還算了 因為他是早期的那些惡行 啊你現在不是嘛 你現在民進黨執政怎麼可以這樣做呢 啊我們現在人家的大人來講 都會笑說啊我們是自打嘴巴 非常覺得非常冤枉 啊不知道要怎麼好 所以我們現在決定一個希望 希望救出媒體 人家做過事情過大 讓大家真正了解 最少洗刷 不要這樣 我們是貪得無厭啦 為了爭錢啦 啊這樣些污名啦 這些好像是 像我們講的一文不止啊 啊我們的委訓不知道要怎麼去講 我簡單 不好意思我記得一個例子 一貨在這裡以前都不敢說錢 講到錢人家會說我們爭錢 但是我倒想一想也不對啊 你最基本的人權總要 我剛才記得最多的 我就覺得 人家在七十年以上的 三十五年就在這邊 住在這邊的那些電容 你就三十六萬 其他都沒有 後戲什麼 什麼班牽什麼都沒有 三十六萬就叫人家趕人家走 就要拆人家的房子 那你憑什麼 他生活怎麼辦 所以我們要 人的基本生活和人情 你要兼顧嘛 但是他就完全不理 雖然溫居然非常有會啊 這是我們支持出來的政黨 不知道怎麼辦才好 不過我想還是有很多的機會 就是我們可以看得到 政黨不斷的輪替 其實雖然對很多人帶來希望 但是我們一直覺得 更重要是民間的力量 社會運動力量恐怕才是更根本 那我們知道一個城市的進步 會非常的會覺得是說 繁榮是很重要 那高雄市其實也會被 不斷的秩序是一個進步的城市 可是一個進步的城市 也必須要去尊重多元的思考 更重要還有必須要維持 一些最基本的民主程序 而進步的城市 也應該是一個人權的城市 但是我們看到城局 聲稱為是一個人權市長 可是在現實當中 我們看到最近這幾年 也有許多侵犯人權的問題 恐怕是我們要值得去關注的 今天非常謝謝兩位 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那我們也會持續的關注這個議題 謝謝 我們下禮拜再會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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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趣 謝謝 謝謝 天空的眼泪 吸过了世界 爱来不及发现 曾在手中的幸福消失不见 心中的黑暗掩盖了希望 忘记要相信 生命的动力 是原子梦 万千走继续带去梦想